艺人陈怡荣有着清秀的外貌以及卓越的演技 出演多部台剧都备受好评 她于2016年结婚后生下一个宝贝女儿 近日陈怡荣在社群平台分享和女儿相处的趣事 她透过4岁的女儿开始迷上角色扮演 经常自己编故事和妈妈一起演 但女儿最近一直都在演同样的剧本 陈怡荣在故事里的角色设定是一只老鹰 而故事中的小女孩一直都是父母双亡的设定 陈怡荣表示不能接受 自己在故事中居然已经死亡 于是试图引导孩子修改剧本角色的设定 但意见始终没有被采用 她谈言自己仔细想想后 觉得孩子热爱的童话故事也都是父母双亡的设定 或许是因为这样才导致她对角色设定如此坚持 让她开玩笑表示是否要换片单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